新鮮芭樂 一口咬下多汁香甜 而且露出最有特色的紅心果肉 令人看得垂涎欲滴 尤其紅心芭樂吃軟不吃硬 非常適合老人小孩 加上營養豐富 難怪民眾一吃連連稱讚 跟一般的芭樂味道不太一樣 嗯 跟一般的芭樂味道不太一樣 聽說為什麼 它沒有那個刺激 就是芭樂的刺激對不對 對 它就是有點比較香甜的味道 有一種香香的味道 然後甜甜的 而且真的軟軟的 很好吃 這真的是老人小孩都很適合 根據果農表示 紅心芭樂跟一般品種不同的是 外皮帶有微黃 而且有濃濃的芭樂香氣 加上口感軟Q 所以先以為陳俊宇大力來推廣 請大家踴躍支持 在地農產 這個大概的話 大概是要七分熟左右 這個時候它就要採了 不然會過熟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熟度是最適合 馬上吃也可以 或者是說 也比較能保存 它時間上的話也比較能保存 所以我們這一顆的話 我們就把它採下來 對 那一般我們採下來的話 它的膚色就是 有沒有 它有點黃 然後一點綠綠的 這個的話就大概要七分熟左右 紅心芭樂 因為它有很豐富的維生素C 和切紅素 而且它的抗氧化是維生素 它的十倍 是非常好的一項水果 吃軟不吃重 也是它的特色 歡迎我們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來維生吃頭 來我們維生吃 好吃的紅心芭樂 目前紅心芭樂 市價大約每台金60到80元 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走一趟圓山 或是洽巡圓山香農會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